红色轮盘赌 作者 沈栋 播讲 夏秋年 第八章 夏 白浦炫富 段伟红通过向中国的电信公司销售IBM大型主机设备 每年继续赚取约200万美元的可观利润 但我们仍然缺乏现金 我们缺乏现金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即使在2003年段伟红和我一起搬进东方广场的高档公寓后 我们仍继续从我父母那里祈求帮助 今天要10万美元 明天要20万美元 只是为了让我们度过难关 在上海房地产市场上发了小财的我的父母都感到非常惊讶 我和段伟红第一次见面时 段伟红坐的是一辆有司机驾驶的梅塞德斯S600 这是该系列的顶级车型 然后奥迪推出了一款6升12缸引擎的车型 他也必须搞到手 我们住在一套贵得离谱的公寓里 开着一辆价格是海外五倍的豪车 我们买的是最贵的东西 然而我们却要去我父母那里要零钱 也许你们应该降低生活方式 我母亲建议说 他和我父亲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长大 我父亲是不受国家信任的父母的孩子 我的父母节衣缩食 保持低调 勤俭节约并努力工作 使他们能够加入中产阶级 他们无法理解我进入的新世界 在那里 系统的逻辑迫使我们像水手上岸休假一样挥霍无度 按照我和段伟红的逻辑 高端生活方式的装备符合我们的商业利益 如果你想在中国达成最大的交易 你就不能让人们看起来是个弱者 那样的话 谁会和你交往呢 没人会理你 要知道 白谱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段伟红的炫耀性消费也有深刻的心理层面 由于出身卑微 他有强烈的自卑感 身上火气很大 在某种程度上 他总是担心被人看不起 他努力向人们展示自己 段伟红的汽车珠宝 以及后来的艺术品 不仅仅是消费问题 他们还是防御他人嘲笑的壁垒 以强化自己 对抗世界 当段伟红得知 北京A8027车牌号出售的消息时 他花了20万美元买下 以便把他挂在奥迪车上 段伟红不得不努力说服北京市公安局长 以获得在自己的车上使用这种车牌的许可 车牌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身份象征 北京的大街上有许多不同的车牌 有不同军种的部队车牌 有中共总部中南海的车牌 有外国人的黑色车牌 车牌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 在北京的街道经常发生堵车的情况下 必须要有高档车牌 如果使用代表高贵身份的车牌 您可以在公交车专用车道行驶 在人行道上行驶 甚至可以非法掉头 闯红灯 您还可以把车停在自己喜欢的餐厅附近的禁止停车区 在一个高度重视社会地位的国家 一辆带有A8027车牌的车辆引人注目 字母A代表我们来自北京市中心 80意味着这辆车属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人 027则是一个地位较低的数字 它意味着我们以某种方式与国务院 也就是中国的内阁有联系 这就是段伟红需要公安局长签字的原因 看起来我们的奥迪是属于高官的 在西方 如果你有钱 就可以购买按照自己要求制作的装饰性车牌 中国则没有 你需要关系 我们还以其他方式追求地位 有一次我们周游世界 已寻找一款适合段伟红较粗手腕的翡翠手镯 最终他找到了一个 并且以5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字画也已成为中国企业家成功的标志 因此段伟红让我开始参加拍卖 在2004年的一次拍卖活动中 我们以近100万美元的价格中标 买下了两幅古画 其中包括一幅宋代明鸟画 就像当时中国的几乎所有东西一样 它们都在升值 珠宝价格上涨了10倍 有人出价10倍于我们购买这两幅古画的价格 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想通过收购这些东西来变现 我们将它们锁在我从奥地利购买的衣柜大小的古董保险箱中 它的抽屉里放着大约30块手表 架子上放着古董 还有一个完整的步入式区域存放绘画 对我们来说 拥有所有这些东西是一个话题 它可以向我们圈内的人证明 我们也属于中国社会的顶尖级人物 不受那些出身高贵的人的轻视 事实上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切都必须是最高档的 段伟红开的车 他带的首饰 他工作的办公室 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形象的一部分 反映了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同意温家的意见 双方各自融资以购买平安的股份 段伟红从一家制药公司 获得了大约1200万美元的过度贷款 一旦我们拿到了平安的股份 我们就用他们作为抵押来获得银行贷款 以偿还制药公司 温家的股份是在一名中国商人的帮助下购买的 为了掩护张阿姨 由此人出钱购买了温家的股份 帮张阿姨买到股份后 这位商人只给了张阿姨一部分 自己留了一部分 这位商人向张阿姨保证 他以后会把剩下的股份交给张阿姨 但他从未这样做 那些股份最终涨到数千万美元 张阿姨不能把这个商人手中的股份要回来 这说明了温家的相对弱势 瞎凭温家空手套白狼 无本万利 那个商人则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得不到温家的好处 自然会留一手 温家宝理论上在中共统治集团中是第二位 但他缺乏共产党的血统 性格也有些顺从 这让他在这个级别上不如其他人 在党内居于高位的温家宝的同志 经常为了个人利益 动用整个国家的司法系统 利用反腐败和其他刑事调查来除掉政治对手 温家宝要么不能 要么不愿意搞这种阴谋诡计 家里的任何人都不曾想过 告诉家里最有权势的温家宝 有关平安的交易或其他任何交易 当事情变糟时 或者像香港投资者这样的人 从他妻子那里窃取了数百万美元时 不能指望温家宝出手相助 段伟红张阿姨和我决定 我们所有的共同股份将以太宏的名义持有 以避免公众对温家的监督 我也曾在平安的监视会任职 了解了大型中国公司的运作方式 回想平安的交易 我真的不能说它是不道德的 尽管纽约时报在2012年 曾报道我们支付的价格低于其他人 但实际上我们支付的价格 与另外两个同时买入的股东相同 我们当时按美股不到50美分的市场价支付 此外中远集团对我们的销售 与海外的此类交易并没有太大区别 非上市公司股份的销售不会公开进行 中国一家大型国企 不会宣布他想出售其中一项投资 以改善其资产负债表 然后在公开拍卖中对他的股份报价 无论交易是在北京、伦敦还是纽约完成 只有圈内有限的人才会听到这种交易的消息 2004年1月平安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时 股价跃升至我们支付的八倍 我们投资了1200万美元 突然间我们看到的是将近1亿美元 我想卖掉至少一部分我们的股份来偿还银行贷款 但我们被法律禁止在香港市场出售我们的股份 因为中国为了控制资本流动 禁止在海外出售中国股票 根据中国法律香港在当时被视为海外 不过香港股票的价格让我们感觉到 只要少安无造我们就会获得更大的收益 结束了